11月29日晚上,法国总统马克龙,带着比他大24岁的夫人,乘机抵达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,进行三天的国事访问,这也是拜登上任以来,第一次以国事访问规格接待外国领导人。 为此在白宫南草坪,为马克龙举行了欢迎仪式。 马克龙上次过来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 那年是2018年,美国总统还是穿宝。 这次访美,因为恰逢世界杯,和中国不断发生大事件,并没有引起世界媒体的特别留意。 大多数新闻栏目也没有将其放在头条位置。 马克龙落地美国后,我瞄了一眼电视新闻。 看到他一脸凝重地走下飞机,脸上看不到任何喜悦。 当时就感觉哪里不对劲。 事前,各路媒体都说,马克龙是去谈能源和贸易问题的。 主要还是不满美国的通货膨胀法案。 带了份欧洲各国的清单,要去找美国讨个说法。 美国8月通过的价值4370亿美元的通胀削减法案。 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受到多大关注。 但在欧洲却引得各国人人喊打。 日韩也站在一旁那喊主威。 法案里的680亿美元是医疗补贴,跟欧洲无关。 但剩下的3690亿美元,取了个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投资的大标题。 说人话就是补贴美国电动车产业。 一辆补贴7500美元。 补贴电动车不是好事吗? 欧洲跟日韩闹什么呢? 因为法案规定必须是在美国生产的电动车,才能拿到7500美元的补贴。 这就严重威胁到欧洲的汽车产业。 是强迫欧洲和日韩的汽车公司,搬到美国本土去生产电动汽车。 将会给欧洲和日韩带来大量失业问题。 11月24日,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,和德国经济部长兼副总理哈贝克,在巴黎,开了两天会。 一致同意我们两国先不吵架了。 专心对付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。 必须赶紧保护欧洲工业。 勒梅尔属于法国右派共和党人,哈贝克是白左绿党。 有点像是美国在德国的干儿子,专替美国办事。 现在这两个政治观点不合的人走到一起。 而且德国绿党居然反对美国法案。 说明这是动了欧洲国家的核心利益。 毕竟汽车工业是全世界链条最长的产业。 一家车企能拉动几百家一级供应商,和上千家其他供应商。 关系到欧洲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。 所以这次欧洲的反应相当激烈。 但因为这是跟中国真没什么关系。 咱们电动车产业正搞得热火朝天。 所以我们这边的新闻都没怎么报道这件事。 11月29日马克龙访美。 全世界媒体都认为他就是冲着这件事去的。 想不到马克龙除了谈贸易,还打算另外搞各大新闻。 谈正事的时间并不多。 马克龙这一城要参观阿灵顿军事公墓。 要去曾经的法国殖民地新奥尔良。 还要吃那种慢吞吞的欢迎果宴。 谈正事的时间大概也就半天。 很多大公司出差也这样,谈是半天够了。 其他时间都在公费旅游。 重点谈是时间放在12月1日。 双方一共谈了三个小时。 谈完后,拜登主要说了两件事。 一是美国将对通胀削减法案做出调整。 关于调整的具体细节并没有公布。 二是表示自己对于普京谈话做好了准备。 正在考虑如何结束这场冲突。 但普京还没有这个打算。 先说第一件事,欧洲和日韩在生气。 估计只会改细节,难以改大方向。 我看世界各媒体的分析。 法国从一开始就不太指望,让美国重新考虑这项立法。 更不可能搞定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。 马克龙主要是去诉苦兼表达愤怒。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 最有可能让法案对某些公司或行业做一些微调,或者从天然气合同以及俄乌战争中,让美国做一些让步。 至于第二件事,这是拜登主动发出善意。 认为可以跟普京谈判,停止俄乌战争。 这种态度的转变十分关键。 我认为俄乌战争到达一个关键转折点。 离战争结束不太远了。 这应该是这次马克龙访美最大的收获。 既然无法改变通胀削减法案。 那至少要让俄乌战争对欧洲的伤害止损。 多少也得拿点利益回欧洲给大伙一个交代。 我认为欧洲在这次战争中已经十分疲惫。 11月30日,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公开讲话中,说乌克兰有十万军人和两万名平民,死于俄乌战争。 这件事的具体经过我另写文章单独分析。 总之我看了各媒体的报道又做了对比分析。 我判断冯德莱恩说的数据不太准,但不会差太远。 出于乌克兰的抗议,冯德莱恩将自己暴露数据的视频进行了剪切,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,说出了类似的数据。 原话是,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伤亡人数超过十万,而乌克兰军队的伤亡人数差不多在类似水平。 但米利并不给乌克兰面子,坚决不收回自己说过的话,北约参战方很不耐烦再打下去了, 否则不应该在公共场合。 两位高级别人员说出同样的话来。 乌克兰一直对外宣称,这次战争他们共伤亡1.7万人,俄军共战死8.8万人。 而俄方宣称俄军阵亡6000人,乌军阵亡6万人。 BBC则认为俄军共阵亡1.2万人左右。 乌克兰有这么大的伤亡,是因为俄军换苏洛为金掌管战局后,现阶段改变了打法,以消耗乌军的有生力量,和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为作战要点。 重点打击发电厂、发电站、水电站、变电站、输电线路设备,以打断乌克兰的战争潜力。 11月26日,美国纽约时报报道,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防务专家格兰德说,乌克兰一天的炮弹使用量,是阿富汗的一个月或更多,而且还要注意防空。 光今年夏天在顿巴斯地区,乌军每天就要发射6000发炮弹,俄军每天发射4万发炮弹,而美国每个月只能生产约1.5万发炮弹。 北约30个成员国有20个已经非常疲惫,甚至打算投资捷克、斯洛伐克、保加利亚的旧工厂,为乌克兰提供苏联标准口径的炮弹。 俄军现在是打一点退一点,不追求战地多少,以接近乌克兰6倍的炮弹给乌克兰放血。 苏洛维金宣称俄军有足够的弹药跟乌军对拼,将会不惜一切代价。 用敖鹰打法,打到乌克兰投降为止。 而据米利的原话,泽连斯基也不再坚持普京下台才能谈判。 泽连斯基的条件比以前有所放松。 马克龙此次访问美国,是带着欧洲的怨气去的。 所以他下飞机时,才一脸的不开心。 经过和拜登的沟通,拜登愿意做出一些让步。 比如对俄乌战争开启和谈。 毕竟俄乌战争的本质是美国和俄罗斯的战争。 只要美国喊停,乌克兰一定不敢打下去。 那在拜登首次发出善意后,俄乌战争会不会马上走向结束? 我认为不会,现阶段有可能还会爆发更激烈的冲突。 一是跟俄罗斯对上线需要一定时间。 这里有个缓冲期。 马克龙也说,法国现阶段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。 拜登在跟马克龙会谈后,也明确表示,将会跟北约各国领导人商议后再定。 也等普京对他发出回应。 二是俄罗斯为了拿到谈判的有利条件。 肯定愿意在战线上继续给乌军放血。 给乌军造成大量伤亡。 保持现在的敖英战术,边打边退。 短期内俄乌战争不会有改观。 但从长线来看, 欧洲受不了这没完没了的战争对他们的伤害。 他们主动找到美国要求停战。 在马克龙跟拜登做出一定的利益交换后, 俄乌战争终于已露出停战的曙光。 面对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同时夹击的地球。 终于也即将好好休息一阵。 但是东亚在朝鲜和台海的危机。 估计也会在后面接踵而至。 本集就离开 Cause 1 without more. 多项多和对等 utveckling。 对于是否 полностью气移。 健気要求通断量他们都 multi nightmare点将来看。 您觉得随便能被大量伤害。 Performance。